刘璇德马跳谈戏 他让蔡茂追的没有办法 催他坐下的地鲁马 想从这水里边摊过去 谁知道一切都陷在这河里 是刘备想起来 哦 一级先生跟我说过 这马他方主人 哎呀 地鲁啊地鲁 难道你真的方主 说的这刘备来了气了 他抬手狠狠的 给了胯下马来了一鞭脏 就这一鞭子 不知道使了多大劲啊 鞭子差点抽蛇了 这一鞭子 把这地鲁马给打击了 哪有马心呢 马心想水这么深 溜这么急 我这四鞭子在你里头炫着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 你还这么狠臭啊 马也来了火了 他一鞭子 他油打在水里头蹦下来了 这匹地鞭子马是连游带球 骑的哗啦 不是说马是龙杏吗 汇水啊 连凳带跳啊 上了岸了 就在这时 蔡茂顶 人马也追到 蔡茂看见了 他看玄德陷在水里了 嘿嘿 你说我让你过谭西 你啊 掌翅也飞不过去呀 你不陷在水里了吗 我过去之后就一声令下乱剑齐发 我就把你团死在潭西河中 当钻也快到了岸边 他就瞧 玄德连人带马 呼呼呼就起来了 呼啞的一下 上了队岸了 蔡茂差点就马上掉起来 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哎呀 这是什么神力啊 油辈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啊 这么把马油打河里头 一提枪绳 那么老远 上了对岸了呢 不行我就把他稳住 哎呀 使君 您看看 我家主公刘表啊 请您到襄阳来 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 可您怎么干喝了两杯酒 逃席了呢 现在众文武以及两位公子都在等着您呢 您快跟我回去吧 宣德一听 蔡茂将军 我跟你远无冤尽无仇 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加害于我呢 蔡茂心说加害你 不把你致死我惊香不稳呢 蔡茂公了一下 看这距离我这一箭射过去 我就能把他射死 不死我也让他冻伤 他脸上还笑着嘴里 跟玄德说这话 他那手悄悄的就奔弓箭去了 哈哈 使君啊 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您与我家主公好似 新手足一般 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 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 玄德看见了 哈哈 好我蔡茂 原来你是个口密附箭之人 你随着跟我说的好听 你那手干什么呢 玄德这话没说完 一拍地鲁马 跑了 蔡茂一看不行了 这箭够不着他了 他当即传令给我下水 那锥字还没说出来呢 有人告诉他 蔡将军 你快看 后会来了好多人忙 啊 蔡茂赶忙 撑起弓箭 勒动码头 回头一看 可了不得了 赵云来了 赵云不是让文聘王辈请去喝酒去了吗 您想他这酒能喝着踏实吗 他不放心玄德呀 喝了那么两三杯 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 刚要出去 赵云的随身小笑进来 禀将军 蔡茂帽带人马走了 啊 金人更说不通了 他跑去打听一看 拳头没了 他不死能吓坏 他当时点起三百精兵 就追去了 蔡茂往哪走 他往哪追 一直追出西门 蔡茂一看赵云来了不好 他暗自打了个冷战 赶忙一挥手 告诉他手下的兵将 咱们快回去 迎着赵云就过来了 哎呀 子龙将军 你别走啊 在没头没尾的话 问着子龙一愣 蔡茂 我来问你 我家祖宫何在 刘伯打就去了 蔡茂一听 你别提了 我这还找呢 不知道啊 史军为什么 办到逃袭了 岂有刺利 赵云不打理他 他就赶快找玄德 带着人跑到潭西边 这么一看 没有玄德的踪影 子龙更着急了 他就马上欠起身来 挤目远望 看那个河对岸啊 用好些水印 玄德 玄德那地鲁马 一切的月灯 按上去了 带上不少水去啊 所以那水印还没干呢 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 赵云一想不行 我还得回去 他驳马回来 把太茂给追上 太茂 等一等 太茂 把江绳勒住一回头 子龙将军 你有什么事啊 太茂 我来问你 你把我家主公 给逼到哪去了 说到这儿 子龙就把眼睛瞪起来 他一抬手 有咬名魂 把亮银枪就摘下来 太茂 这么一看 不好 他要跟我发火 太茂一想 不要急 我打 肯定我打不过你 我给你来个软模样 子龙将军 您别着急 这事我还想问您 我家主公刘表 是把使军 有咋心也先请来的 请他代替我家主公 没想到 他老人家半道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 他这个 子龙是个精细人 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啊 一丈把蛇毛 就把蔡茂给挑了 要是换了云长 也得把蔡茂捉过安桥 神魂锁绑 找不着我大哥选择 我不放你 子龙没这么做 他怕引起别的事情 他谨慎行事 我再去找一找 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 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值 说完了 子龙搏马又回到谭西来 他吩咐手下的人马 散开了给我找去 这桶找啊 找了有俩十人 说墓下终点四来钟头 还是没找着 子龙又探身看了看 河队岸那站水印 那水印都快干了 子龙站这发呆 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 他没过河 没过河对岸 怎么好端端出那么一片水印 过去了 这么宽的叹息 可怎么能过得去呢 哎呀 把子龙急得是心如火焚啊 他身上多大的责任 开始的时候人孙前啊 连三将军张飞啊 都不让玄德来 是子龙自己提的 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 现在可好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你说他不急啊 不行 还得回襄阳 只能带着人保 又翻回襄阳了 到这再找蔡茂没有了 太马已经进城了 呦 子龙摆麻了一度 他心想 我进不进襄阳 我进了襄阳 中了一埋伏怎么办呢 哎呀 哎 子龙转面这么一想 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 也许回了新野了 对 我回新野县看着去 好在襄阳离新野 是咫尺之咬也不算太远 想到这儿他一拨马 带着人赶回新野县 找刘备去了 哪找去 玄德呀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出多远了 帝龙马跑了一阵子 只跑的是通身是汗 宣德摆马勒住了 他用手抚摸一下这马的踪毛 嘿嘿 你太累了 咱们歇一歇 现在是日以平息了 宣德翻身下马 牵着这马溜了几圈 然后往道旁的树绳子那一拴 自己找了一块星石望着一坐 看了看地鲁马 此马并不方主啊 你不方主人 要方主人今儿我就完了 是多亏此马 我才逃得性命 宣德看了看地鲁马 又打量了打量自己 您瞧这份彩相 那袍子还没干呢 两靴桶里竟是水 一看自己这样 宣德 鼻子一酸 眼泪差点掉下 怎么回事 难免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呀 是智大命归 当初一日我跟我两个兄弟 鲑鱼张飞 说得清楚 大丈夫生于世上 应上到国家 下安离树 现在您看我这彩样 自从出世以来 出任安喜县位 后来让那都幽逼得没办法 投了代州的刘徽 多亏好友公孙赞 带着我 随十八路诸侯 去逃董卓 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料 恐龙借兵 让我去解围 陶公主三丈徐州 我才找了一个 安身立命之地 没想到又让吕布 把我给洗腿走了 后来我投了吕布 又投袁绍 又投曹操 好不容易啊 从曹操这张虎口里 逃出来 要不是自己用个掏毁之计 怎么能离得了许多啊 现在我又来投荆州刘表啊 实之外 这是我们汉史宗亲 咱们也有个照应 刘表兄长 待我不薄啊 没想到 他身边有这么个菜帽 总想杀了我 刘表社才把我安排在 这新野小县 就是个在襄阳一会 谈西河畔 又差点上了声 多亏这匹 必如马呀 马也好像很同情 玄德的绅士 他打了个祸 不打祸还好 这一打祸 玄德的眼泪掉下来 怎么回事 他想起曹操来 看看人家曹孟德 携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 打灭了群雄啊 李布叫他给杀了 张秀叫他给收过去 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 就连原始兄弟那么大的势力 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 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 再看看江东的孙权 继父兄之夜 统六郡八十一州 手下是兵精良祖 文旗五倍 再看看自己 怎么跟人家相比 我还有何面目 活在世上 想到这儿不由自己 用手一谈胡须天啊 仰面叫了一声天 就在这时候 从远处啊 传来了一阵 悠扬的嘀声 吹得怎么这么悦耳 这么好听 一下子就能把人心头上 愁云给吹散 就要这一阵笛声啊 权德不哭了 他不由自主的站起来 看了看这环境 哎哟 权德刚才坐的这儿 光是想些愁苦了 他也忘了看看 这是个什么地方 刚才站起来 仔细这么一打了 哎哟 环境可太好了 周围是青山蝶翠 松柏成行 远处山庄 炊烟鸟鸟鸟 哎呀呀 这今儿个练兵 明儿个打仗 过惯了 练马生涯的人 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 觉得是一派清新 哦 在这儿呢 权德看见了 只见从远处 阳长小道上 来了一个木童 他骑着一头板杰青 板杰青是什么呀 牛啊 这牛的名字 叫板杰青 牛背上搭着一个小口的片 那小木童偏身 做的牛背上 他大不过十三四岁 头上梳着两个小抓紧 扎着红头绳 前发极眉 后发盖梗 这小孩生的宽脑门 肩下颗细眉毛 大眼睛 挺好看 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 是赤足草驴呀 就是光着脚啊 穿着一双草鞋 后背鞋插着一只柳条边 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笔 哎呦 这个优先啊 权德一看这木童 叹了一口气 哎 我 不如此童啊 就我刘背啊 都赶不上这么个小木童 看你个小孩 多么清闲 多么自在 是无忧无虑 你再看看我 东奔西跑 兴兴业业 惨淡 惊丹 出生入死 今儿子 差点死的潭溪那 哪入这孩子呀 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 他说出来 叫你小木童听见了 木童 立刻把小笛子收起来 他愣磕磕瞪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玄德 木童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 又看玄德这样子 上身是干的 下身是湿的 旁边拴着一体马 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哪 还是弄的水 连主人带坐机都这么水淋淋的 你别看 刘备的样子很狼狈 可是他这长相也挺惊人的 木童一看 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 他看愣了 猛的小木童想起来 可能是他 木童把手一抬指了指刘备 玄德向一侧 听说什么 可能是他 谁啊 小木童欢喜的 有大牛背声跳起来 他腾腾几步 跑到玄德的跟前 上下又打量了一番 哎呀 您莫非就是 零背零玄德将军啊 说着他给玄德 深识意义 嗯 虽然这个愣了 在这远仙皮亚的小小山村 怎么小木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 哎呀 木童 你认错人了吧 我没认错 你准是玄德将军 因为我家庄主 常常提起您 你们庄主 他是什么人啊 小木童回过山来 抬手指了指 说您看 在另一深处 有座小小山村 那叫水晋庄 我家庄主 就是水晋先生 司马德操 哦 哎呀 玄德大吃力精啊 我是九文其名啊 就是那司马辉 小木童点点头 正是他老人家 司马水晋先生 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 哎呀 玄德将军 您有所不知啊 我家庄主 喜交山林饮食 这有庞氏书职 您没听说过吗 就是那 庞德公自山民 庞藤 庞氏园 他们书职两人 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 他们三个人经常 在树下对异清谈 是终日不绝 就说这几人 要是一块下棋啊 说起话来啊 一天到晚都不知道啥 他们有时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 我常听我家庄主 和庞氏书职 提到刘关章 说你们兄弟三人 都有特点 您的耳头特大 咯 真是小 说着 小木童拍着手 乐得跳起来 说您二帝关羽 面如肚枣 残眉凤墓 无柳常人 您三帝张飞 到头还眼 我记得可清楚了 所以我一见您 就让您给认出来 哦 木童 你真聪明啊 哎 你能不能领着我 到水晶庄上 拜一拜庄主 司马先生 能吗 我家庄主 也早想要见进您 玄德将军 您随我来吧 多谢你引路 玄德回手 把地鲁马 借下来了 跟着小木童 进了水晶庄 刚一进庄门啊 就去屋子里边 有人弹琴 小木童告诉玄德 将军 我家庄主正在弹琴 您听他弹得好吗 好吗 非常好听 你不要惊动庄主 让我听一听他 小木童点头 就把玄德的马缰绳 接过来 玄德往前紧走几步 站在狼岩下 他把手一背 头一偏 站在这儿 听开了琴了 屋里弹琴的这位 弹着弹着 咔 不弹了 就听屋里有人说话 哎哟 掌音非常红亮 哦 这是哪里的贵客 在窃听我的心声 随着的话 由大屋里走出一个人来 玄德举摩 他一看 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 看此人 年纪在六旬左右 出鹤骨松心 不抛马驴 此人出的门来 冲着玄德一共手 使经使经 我当何人 原来是当今英雄 使君刘备 将军请了 选择赶忙还礼 岂敢 刺我刘备来的鲁莽 打扰先生 哪里话来 将军 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呀 哦 玄德有点不好意思 不瞒先生 我信马悠刚 有山村经过 哈哈哈哈 说得斯拉先生 哈哈大笑 应该说您 大命不死 是不是被人 最敢致辞 他这个 哎呦 玄德蹭着一下 连耳朵都红了 这多难为情 这位先生会算命吧 怎么会看出我 让人家把我赶在这儿来的 司马先生笑了笑 玄德将军 不要多想了 你看 你那袍巾 不是还湿着呢 哎呀 惭愧 刘备这才明白 甭说司马先生 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 这里的下半身 由潜溪上来之后 都是水 走这一路 遭了好多尘土 全活了泥了 有这么信马油缸的吗 谁散步 没事往河里掉 别解释了 司马先生过来 拉着玄德的手进屋 玄德 玄德坐这一看 这屋子也与众不同 称得起是松悬茶书 琴棋书画 石岸清香 窗外盛呆松竹 横琴于石床之上 真是轻气 丢良 喝了两杯茶 水晶先生就问宣德呀 将军 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怎么还是这样 骆驼不偶呢 就说你怎么 还这么不走运呢 难道没遇上一个 施展你自己 报复的机会 就是说你这么成名 你怎么还不能成其霸业 是我刘备命运不佳 不是 水晶先生白白手 不是命运不佳 而是将军你身边无人 你没能人 玄德一听 水晶先生 怎见德国玄德没有人 我闻有孙前简庸泥珠 我有棍章子龙等人 他们都是才智过人 永贯三君 水晶先生听这儿微微一笑 那关张赵云确实有万夫不当之勇 但是他们不会用兵不斩 只能打仗 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 他出什么谋 画什么策不行 孙前简庸之辈 都是些白面书生 并非是经轮济世之才 水晶先生 我曾求贤于山谷之中 可以说殿访贤明 但至今未遇啊 我到处访贤 一个也没碰上 使君 你别忘了 时时之意必有忠信 就在地方再小 也有能人 哎呀 刘备愚昧不识 愿求指教 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 呵呵呵呵 水晶先生微然一笑 天下奇才 尽在于此 能人都在这儿 玄德赶忙站起来 深时一礼 请水晶先生您给我推荐几名吧 几名 呵呵呵 玄德公 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 这两个人里边你得一个 天下可地 这俩人是谁呀 明天再讲 我只会给你发现 今天来到这儿的地方 我只会给你一会儿 我只会给你一会儿 我只会给你一个人 就是我身边的 你得到这儿了 你咱们 你得到这儿了